好 中文早安 大家早安 未來的五到七天天氣相對穩定 真的可以把握一下 也可以期待一下 而且水氣量沒有前兩天這麼的多了 真的可以把握一下戶外活動或是洗塞衣物囉 先來看一下太平洋上面還是有兩個颱風 不會對台灣都沒有直接或是間接的影響 先來關心一下16號的中台諾盧 在今天應該今明兩天就要來登陸越南 大概是中越縣港一帶的位置 要特別注意如果有親友在越南中越的地方 特別注意下他們的懦弱颱風影響可能會比較明顯 另外一個對各國基本上對日本也沒有直接影響的 清台庫拉在日本東南方的外海慢慢的北上前行 應該就會來自行消散至於還沒有颱風生成 絕對有機會下週過後再觀察 不過至少先享受一下未來五到七天相對穩定的天氣 不過因為東風的風場所以在東風的符合雨勢之下 水氣量在昨天的五後才八喉還是比較多 所以來看一下目前的累積雨量到現在此刻 幸好今天下半天的水氣應該就會變得比較少了 兩天的累積你可以看到在花蓮宜蘭地區包括了新城 礁溪還有圓山是昨天下午的雨勢比較多的地方 尤其是雨量在大龍這邊下到了五十幾毫米 特別留意下可能有自災的風險 但是今天開始水氣量是比較略為減少 真的要下的話也只有零星的短暫正雨 還有中南部的山區 但雨勢基本上比起前幾天都已經少非常的多了 所以湖外活動OK 但是海邊海上活動要格外注意 還是有強烈偶有一些震風的情形 你可以看到今天東台灣還有中南部的水氣 都是比較偏少的短暫正雨的形態 山區下半天注意一下天氣的變化應該就OK了 平地的部分在東風的加持之下 回溫的感受比前幾天更加的明顯 所以今天你們一些起床了之後 沒有像前幾天這麼的冷的感受 但是偏涼還是有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的日內溫差都是比較大 西半部地區來到33到34的高溫 離島也有32度 迎風面稍微低一點31度左右 沿海震風長浪還有夜城稍微偏涼 未來幾天白天基本上是舒適到一點悶熱 然後夜城是舒適到一點偏涼 如果比較容易感冒或者是比較怕涼的朋友們 加件把外套還是蠻需要的 中南部地區空氣品質比較糟糕 剛剛說到了山區的午後雨是比較零星 比較局部的 未來一週你可以看到好天氣 希望大家保持好心情 可以稍微規劃一下戶外的活動 只有在高溫的溫差 稍微有一些2到3度 但是影響還是不太明顯 在起伏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 基本上都還是有8到10度的日夜溫差 北部中部南部都是如此 至於下一波的擾動 或是颱風有沒有生成的機會 在下週三過後再來觀察 不過目前看起來到下週二下週三 都還是這樣子比較穩定 吹東風的天氣 真的可以稍微把握一下囉 好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